同瘦,血管的健康关系到每个人的寿命长短,而几毛钱一斤的圆白菜能有效地清理血液垃圾,看完一定要转发出去,让更多人可以健康长寿。 很多人以为人只有到老了的时候才用得着为血管操心,殊不知,动脉中样硬化从30岁以后就加速了。 现代人活得越来越累,吃得越来越不健康,动得越来越少,那么不知不觉中血管的衰老也就加速了,久而久之血管斑块会不断形成,斑块如果脱落会形成血栓,像一个一个不定时炸弹堆积在我们身体里。 那么又有什么办法能消灭这些不定时的炸弹?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种家常菜,圆白菜。 可千万不要小瞧这几毛钱一斤的圆白菜,它是很厉害的,血管轻到肤,经常使用能有效地清理血液垃圾。 因为圆白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胡萝卜素,可以有效地降低胆固醇,从而防止动脉周样硬化的形成。 另外,圆白菜对人体还有五大好处。 圆白菜的好处之一,控制血糖。 患有糖尿病的人群,可以每天适量地食用圆白菜。 因为它含有的个对控制血糖具有一定的作用。 圆白菜的好处之二,防衰老。 圆白菜总的维生素含量比番茄还要多出三倍,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衰老的功效。 这种成分能有效地抵抗细胞的老化。 圆白菜的好处之三,改善肝功能。 现在人们吃得越来越好了,那么脂肪肝越来越多。 而圆白菜中含有的维生素U,这种成分可以分解肝脏内多余的脂肪,帮助肝脏瘦身。 圆白菜的好处之四,稳定血压。 圆白菜中含有一种柳配糖体的物质。 这种物质可以有效地清除血液中的垃圾,使血液流通更加顺畅,从而对血液的稳定起到促进的作用。 圆白菜好处之五,养胃。 圆白菜被誉为天然的养胃菜,它不仅能够预防胃溃疡,还可以保护并修复胃粘膜,从而降低胃粘膜发生病变的几率。 那么圆白菜怎么吃最好呢? 很简单,轻炒,但不宜炒太久,以免营养的流失。 营养大师指出,圆白菜食调保健效果最好,不仅能有效地清理血液垃圾,最难得可贵的,还能达到长寿的效果。 看完,赶紧转发给家人朋友,让更多人知道,几毛钱一斤的圆白菜原来有这么惊人的效果,人们为了自身的健康,应该常吃圆白菜。 恳请您看完这个视频,一定要转发出去,让更多人看到,为了家人朋友的健康,一定要转发给所有人。 同时转发到您所加入的每一个群,让群友们都收获健康,他们一定会感谢你的。 赠人玫瑰,手有余香,千万不要让这个视频在你手里终止了,转发分享,感恩感德。